好来看到台九县花莲玉里大桥是南区的交通要道 去年918地震受创 尽管北上桥补墙后双向来通行 但是南下桥受损严重持续的封闭 公路总值计划原地重建盖新桥 但是南下的桥附挂许多单位的管线 那么公期是需要31个月 那么立委复昆期17号就召集了各单位来协调 同意半年内迁移管线 让公期缩短为25个月 提供民众安全回家的大桥 台九县花莲玉里大桥位于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块交界处 南下北上桥分别在19771994年建造 但两座桥在0918地震受到重创 原地重建新桥工程费估计41亿元 南下桥加上北上桥整建 预计全新大桥盖好要耗费4年 立法委员傅昆期 17日邀集公路总局自来水公司台电等单位 召开0918正在重创玉里大桥南下车道 拆除重建管线迁移协调会 与各单位协调是否能一次完成管线作业 因为旧桥底下有几个管线单位 会考虑到管线单位才造成两个阶段的一个改建 那我们如果可以将管线单位提早迁移到北上线的话 那我们可以一起一次的把南下线的旧桥打除重做 那可以从31个月提早到25个月 就提早半年的时间能够把它完成 完成之后整个通行就会恢复到很安全的这个状态 那玉里大桥原本是一个哀行良的一个设计 那因为玉里大桥刚好垮越 菲律宾板块跟欧雅板块的这个交接处 因此每个每年整个的板块都会高低落差到三公分左右 因此我们这次是采用钢购钢购的形式来设计施工 那我们的钢购也配合了每年会有这个三公分的落差 我们的那个支撑店有做一个设计 就是活动型的支撑店 那每年我们可以配合这个高低差去做调整 那这个我们的余裕量可以容纳60年的余裕量去做调整 所以这座桥在60年的这个寿命里面 都是可以维持安全的状态之下 可以提供给大众来通行 那玉里大桥已经延宕非常久了 因为它是一座围桥 必须要来改建 那经过多次的流标 在我们整理预算提升之后 能够顺利的来绝标 但是又适逢这个0918大地震 造成我们玉里的这个玉里大桥的这个桥梁 这个破损的更加的严重 所以今天做整个整个改建 这个骑程希望能够缩短 那所有桥梁上所附挂的这些管线 包括国防部 包括电信单位 包括台电公司 包括这个电信单位 自来水等等都有 所以今天我们把它协调完成之后 紧述在五个月内 把所有的管线先行 这个移除 让这个南下线能够顺利的把它拆掉 即刻形建新的大桥 在南下线形建完成之后 再来拆除北上线 半半施工 让我们的工期能够尽快的缩短 考量交通维持 南下桥裁两阶段施工 规划需31个月 不昏期去年12月底前往勘查 指示公路总局延翼缩短整体工期 发现南下桥有多条管线 若能将管线一并迁移至北上桥 便能一次将南下桥重做 工程将缩短至25个月 受原料涨价以及需求难回的关系 跟一般桥梁相比 经费高出40% 其盘尽早完工 提供民众一条安全的大桥 记者长包验前相报导